铁撒罗尼加后书第一章 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铁撒罗尼加在 神我们的赋予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典平安从神我们的赋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 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以你们为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正叫你们可算配的 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拉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时候患难的人与我们同的平安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显现要以火焰报应那不认识 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灭亡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的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微稀奇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照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作 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的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的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病 主耶稣基督的恩 铁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 弟兄们现在我劝你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们名的书信 说基督的日子近了 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人不拘用慎魔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迷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倒退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谓 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像神一样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肾魔 是叫他的时候到了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步伐的隐移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取去 那时那恶者必显露出来 主要用口中的灵气灭绝他 用祥林的荣光废掉他 这步伐的人来 使赵撒旦的工作 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灭亡的人身上行 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 神就给他们大大的迷向 叫他们信从虚谎 使一切不信真理 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咒诅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 神 因为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理 又被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神见我们所传的福音 照你们到这地步 好的着我们 主耶稣 基督的荣光 所以 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地稳 凡所领受的遗传 不拘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都要坚守 但愿我们主耶稣 基督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 安慰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兼顾你们 铁撒罗尼加后书 第三章 最后 弟兄们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好叫 主的道理自由传开 得助荣耀 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也叫我们脱离 无理之恶人的手 因为人不都是信实的 但主是信实的 要兼顾你们 保护你们脱离凶恶 我们靠 主身信 你们现在是遵行 我们所吩咐的 后来也必要遵行 愿 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 神病忍耐等候 基督 弟兄们 如今我们奉我们 主耶稣 基督的名吩咐你们 凡有兄弟 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守 从我们所受的遗传 就当远离他 你们自己原知道 应当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 在你们中间 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也为常白吃人的饼 倒是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免得叫你们一人耗费 这并不是因 我们没有权柄 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用餐 因我们听说 在你们中间 有人不按规矩而行 甚魔工都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 我们靠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吩咐 劝戒这样的人 要安静做工 吃自己的饼 弟兄们 你们行善不可困倦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 这信上的话 要记下他 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觉羞愧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他如兄弟 如今次平安的 主必亲自己 你们平安 主必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凡我的信都以此慰藉 我的笔记就是这样 愿我们 主耶稣 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